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狗球 我是连哥 前几期的节目中 我放了一些练球的视频 感觉大家都比较喜欢 今天给大家看一组练球的视频 但是不是我 而是刚刚获得英国锦标赛冠军的赵星彤的练球视频 赵星彤的球风非常的犀利 远台进攻也相当的厉害 在打比赛的时候 一个远台成功之后 往往一干就能超分拿下这一局的比赛 特别是在昨天刚刚结束的英锦赛中 以这样的方式获得了冠军 然后朋友圈都比刷屏 很多球迷也是欣喜若狂 因为看见他这样打球方式 大家都非常喜欢 都是熬夜来看这一场比赛 那么赵星彤的准度从何而来 那就取决于一个基本功的练习 那就是五分点的练习 视频的左边是赵星彤 当年在位于北京的CBSA 世界斯洛克学院的一个练习视频 旁边有一个师兄弟在帮他捡球 另外一个负责拍摄 相信这个视频很多爱好者都看过 也叹为观止 因为要连续进这么多球 非常的不容易很难得 视频的右边呢 也是一个五分点的直线球练习 这是位于重庆的西南台球训练 基地的学员周一成在进行训练 他们呢也是两个人进行配合 一个人负责检球 一个人来负责基球 那么基球的这一个小孩呢 周一成呢今年才14岁 整个视频的长度呢 有将近40分钟 我们给他加快了速度 4倍的速度 因为如果慢慢的看的话 实在是时间太长 不知道有没有细心的观众 听到我刚才说的这个时间 40分钟左右 这个时间是他一直在打 一直在进 没有一杆掉链子 一直不停的在进球 大家有过练球经验的朋友呢 也都知道 一直从事一颗球的训练 定点训练 那么这个训练呢 是非常的累很累 其实这个视频呢 我们可以把时间再缩短一点 把它的速度再加快 但是再加快之后呢 大家就很难看清楚监控时间的变化 为什么要如此做呢 也就是保持一个真实性 我们都知道现在在网上呢 经常会有很多不和谐的声音 在那里发生 老是不相信他们认知以外的东西 觉得他们知道的才是真理 实际上呢在赵新彤的这个视频里面呢 连续进了几十个已经是非常的难得 而我们今天的主角啊就是右边的小朋友 他们连续进了一百四十二个球 恐怕呢这个数字听起来没多少 但是大家仔细想一想在长达将近四十分钟的时间里 一直打一直打保持一个动作而从不失误 这是多么恐怖的一个概念 就相当于一个机械的手臂 至少呢到现在为止 我还没有听说过世界上哪一个球员可以做到连续进一百多个球 这就证明了什么问题呢 周一诚这个小朋友的出竿就是非常的直啊 非常值基本功很扎实 看完这个视频以后呢 我忽然有个想法 实际上凭这个五分点的练习的话 都可以去申请一个吉利斯的世界记录 其实台球的技术呢 就是一个基本功加一个基本功再加一个基本功 这样综合起来就变成你的总体得分能力 但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你的出竿 也就是我们五分点练习的作用 好了说了这么多 接下来的时间呢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静下心来慢慢欣赏 可能等若干年以后 当周一诚在世界台湾蓝染升级的时候 你可以自豪的告诉你的朋友 我在2021年12月份 就看过他的视频 就看过他的视频 他在这一场 Botton上陣细的电视上 是四周的 一距离 因为有一个 再有一个 第二天 在这一场 那是 这一场协我 原设上没有话 有一个 我可以扣克我的 现在 如果 我可以扣护 一 打拳 大力量 冰箱 冰箱 六公分 六公分 好累 堅持住 六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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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星彤的那边的已经结束 现在我们的视频还是回到西南台球培训基地 看一看周一成这一边继续击打的五分点 我们来看看他最终到底能打多少颗 在我平时跟爱好者接触的时候 我也知道很多人想把台球打好 也在一门心时的练球 但是唯一欠缺的就是一个恒心和毅力 比如说刚才我们看到赵星彤的练球 实际上大家知道吗 赵星彤的基本功练习 持续了将近四年的时间 才打下了如此坚实的基础 而很多爱好者呢 他们也知道五分点练习的重要性 但是往往就败给了自己 可能呢 一天两天三天能坚持 一周都坚持不了 那么这样你的球进如何能长进呢 台球实际上就是一项熟能生巧的运动 当你付出多少 你才会收获多少 千万不要去幻想 经过一周的时间 你就可以达到一定的高度 实际上那根本不可能 在这里呢 借这个机会 奉劝爱好台球的朋友们 当你想要把你的技术提高 一定要沉下心来 一项一项的进行训练 其实呢 针对业余爱好者 我们没有必要向职业球员 走同样的道路练这么长时间 当你坚持训练以后 你可能发现一年之后 你周边的朋友再也不是你的对手 你就会成为他们之中最亮的那个仔 在这个视频中能坚持看到现在的时间 那么你肯定是一个超级爱好者 我也非常的希望这个视频对你真的有帮助 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差不多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 别忘了看看他最终打了多少颗